大家好,拍摄手,欢迎收看本期大伙,欢迎来观战一把,各位,目前S1的爱哭鬼,阵容的话,医生,律师,机球手,加拥兵,庄园老有良人族,但是这把医生没带飞轮呢,我之前记得,好像也是这个爱,第一,大哥是用的飞轮加水轮, 双弹,你别说这把飞轮双弹医生,打爱哭鬼是蛮厉害的,这,这属于是什么呢,这个就属于是,医生以为你要目标是这个佣兵,接手过来保人,要保要保要保,因为医生有那个补给能力的,所以说这边保一轮医生是绝对有价值的,绝对有价值的,爱哭鬼这边的话瞄了眼,但是, 刚才说,但是这机球手,注意一点,就这把不追医生的原因是因为爱哭鬼默认医生飞轮加双弹,他要是知道这医生没有飞轮,肯定发这个医生呢,对吧,我也觉得这个医生是会飞轮双弹的, 所以说在机球手的保护之下呢,这边去动一个状态已经补起来,又有飞轮的医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,因此选择去抓这个机球手,机球手这边呢,又刚好,飞轮没交好,直接一轮快速击倒了, 这波打完,爱哭鬼应该是,没有什么太多的悬念,能拿下这一局了,嗯,因为这边的话主要是什么呢? 这个球手的密码机,大家可以看到,前面追傭兵,然后到了医生这边,医生的机子没修,两个人没修,然后面的机球手过来,医生吃了伤害,机球手过来保,机球手也没有修, 其实这一局,三个人,他们的机子都是过多过少被干扰的,以至于这个人二挂,挂进地下室了,密码机总量也就两台半, 这怎么打,这,呃,有的打,我突然想到一点,这把爱哭鬼他是一个张狂,张狂好像好一点啊,张狂的话呢,就是你只要能够密码机修完,他有可能能保平的,因为医生现在其实,我,哎呦,我去, 医生现在其实,爱哭鬼是不太愿意去抓他的,因为爱哭鬼觉得他有飞轮,对吧,那么这个时候你抓外面的律师,律师有图,跟你绕,抓拥兵,拥兵有户币,买血拥兵,爱哭鬼这边,拉火,呀,漂亮, 待会儿医生来救吧,医生来机子修完,律师的话我们来算一算,律师这边新奇一台机子,医生这边要去,主要是有一台遗产修不掉,主要是有一台遗产修不掉, 这边的话把这棵树拔了,省得我出去带紫火一轮,对吧,一火一刀被你秒了, 卡死救,有没有说法,这边医生被排到位置了,排到位置的话呢,来,我们继续给他,给他爱哭鬼,他一定是默认,你是个飞轮, 这边,庄园老友加速,往前顶,往里进,板子,先补状态,砸头,nice哦, 哇,这波救人,这波救人,说实话在我看来是有点离谱的,他非常极限的血线,救下了人, 你刚才那波卡板子补状态,万一人过半呢,对不对,这样的话打出了一波换挂, 然后律师机子修掉,傭兵补遗产,律师过来给压力,傭兵手里有户壁, 我拉开,你抓我,你抓我,这边人被救了,哎呦,这什么东西啊, 不讲道理,这个伙食真的不讲道理啊,莫名其妙, 这傭兵叫自己啊,这傭兵五成战役也起不来些, 这感觉医生飞了,这傭兵都没起来的,结束了,结束了,结束了, 这毒火,把求生者最后一口气给打了, 加速上来,交闪现, 漂亮,一个死抓,拜拜, 拜拜,